三分钟了解聊斋之意 首先它是清代文学家蒲松林写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不是白话 白话聊斋不是蒲松林本人写的 是后人选择了聊斋之意里的一些经典故事 给他翻译成白话整理而成的这么一本书 聊斋之意的原文是非常美的 它兼具了篇文和古文的长处 在叙述上简要且生动 给大家念一段 这是英宁里的男主角王子福 见了英宁一面之后得了相思病了 实在受不了了 孤身一人去找他 这一路上风景不错 令人神清气爽 但是没有人 道着也很险峻 仿佛只有鸟才能飞过去 这段文字有篇文的影子 但是与篇文相比要清理自然 聊斋之意全书有将近500篇故事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第一类是爱情故事 像英宁啦 娇娜啦 聂小倩啦 聂小倩就是电影《倩女幽魂》的原著 但原文跟电影不太一样 我单出一期 蒲松林对爱情故事的描写 可贵在她肯定人的欲望 同情女性的命运 第二类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 像斯文郎啦 甲凤志啦 叶生啦等等 尤其是叶生这个故事 让人非常唏嘘 简单来说啊 就是叶生因为一直没考上科举 一遇而终 但她自己不知道 她的魂魄依然努力考科举 终于考上了举人 衣锦还乡 却在看见自己棺材的那个瞬间 意识到原来一切都是虚幻的 于是她彻底死去了 第三类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 和对人民的压迫 向西方平成仙促之等等 促之大家可能比较熟 就是父亲奉命得屈屈 儿子不留神把屈屈弄死了 他的一部分魂魄变成了屈屈的那个故事 吴松林在故事的最后写了一段话 天子偶用一物 未必不过此以忘 而奉行者极为定力 加以观贪利虐 明日贴富卖儿 更无休止 故天子亦魁步 皆官民命 不可忽也 吴松林起码从三十一岁就着手写聊斋之意 这个过程延续了四十多个春秋 通过这套书 我们能看到她对人性的尊重 对民间疾苦的关怀 以及惊世之用的思想 而这些跟她的浪漫并不冲突 她做到了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为我们留下了这一部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四贪四虐入股三分的聊斋之意 听历史古文就做七月白则 咱们下期再见